雷丁有一間新開的茶餐廳 長期爆滿了 今天終於都預約到 這間餐廳很別致 經過這個松林在河邊的一間Canel Bowl 上面就是這間星期五茶餐廳 一個星期只開一天 就在Friday 星期五開的 是名符其實的星期五茶餐廳 今天趁著好天氣過來享受一個茶餐 這裡的茶餐也很有名 可以在船上享用茶餐 上餐也挺特別的一個體驗 不要看這個小船小小 裡面也有四五張桌子 船身的後面就是廚房的位置 上餐也是10磅 有熱飲 還有荒包、鵪尼和麵 來到香港人開的餐廳 當然要試一下他們的手沖奶茶 我特別喜歡這一家的奶茶 煉奶和淡奶和茶膽的比例剛剛好 滑得來又很香順 這家的奶茶的奶香很濃 但又不會蓋過茶膽的茶香 我想這一家在研製的茶膽的時候 都落足心思 另外我點了一杯鴛鴦 實在太久沒喝過了 它的咖啡的味道比例比較重 蓋過了那陣奶茶味 當然吃東西也要有少少的耐性 因為人手的問題 都是要等涼狗才來到食物 那它才來了這個 牛油多士和火腿鵪裂 這個鵪裂就屬於比較舊式的茶餐廳 是薄身的火腿鵪裂 這個火腿鵪裂也不會煎得太過火 蛋香也夠滑 掠鹽就是火腿的比例少 那一塊牛油多士就夠多牛油了 所以也是很香口 合起來這個鵪裂蛋吃真的挺好吃 等了一段時間 終於上了這個沙爹牛肉麵了 期待已久的沙爹牛肉麵了 湯汁是少了一點 可能CANELBO的餐廳 它的水源問題 可能真的做不到有很多的湯 這個常餐10磅 有方包、鵪裂、麵 然後有飲品 我覺得價錢不是貴的 只是掠鹽的份量少了一點 如果大吃的你 可以散喊的旁邊桌 吃的豬扒麵 麵底有2個 8磅的豬扒麵沒有飲品 而且不會有荒包、鵪裂 說回這個沙爹麵 這個沙爹麵以沙茶醬為主 味道不算太鹹、清清的 不是很重的沙爹味 也是沙茶醬味為主 這裏的牛可能是比較瘦一點 所以不像香港那種很滑牛的口感 麵底就是一般的公仔麵 都不是出前一丁來的 剛剛好熟 我想在船上要煮湯麵 可能就有多些困難 不知經營上的水源和電力 都要有足夠的準備才行 雖然湯是少一點 但是也算是剛剛好 因為如果太多湯 可能又不夠味 這個份量的湯 夾上它的牛就剛剛好 另外我們就叫了這個 炸菜肉絲米 這個湯好像濃稠一點 還有少少米粉那種稠韜韜的感覺 炸菜肉絲這個醃得挺滑 比起沙爹牛肉麵 我覺得沙爹牛肉麵略勝一籌 始終米粉那裏如果想煮得好吃 處理方面要花點心思 如果太久又會太軟 太軟又會容易斷的了 而且在外國可能也沒有什麼米粉牌子的選擇 如果真的中程炸菜肉絲米 也可以叫你過一下口韌 另外我們想點西多士 誰知道已經受慶了 原來每天的西多士是有限量的 我們點了這個菠蘿油 這個菠蘿油用餐包做底 上面再加菠蘿皮 比起一般的菠蘿油麵 它是小一點的 還有麵包的質感是比較鬆散的 麵包底比較乾身 可以在菠蘿油煲裡用餐 也是一個挺特別的體驗 未試過的你當然要過來支持一下 期待更多香港的美食可以進駐英國 超顧香港的艇仔粥魚蛋粉 西勇雲吞麵 咖哩魚蛋和燒賣 大家有什麼美食推介 但是有我想吃的東西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讓我去試一下 今天就介紹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要訂閱、訂閱、按個讚 按個小鈴鐺 你們的讚好支持是我們繼續製片的動力 多謝支持 這次已經餵食了 拜拜